我们来看看群雄逐鹿 观众帆是葫芦兄弟 那他这次上了一个阵容是相当的惯 可以说相当的罕见 女儿不是分析 是利女儿 那神木灵不是输出 是奶神木 你见过吗 那其他人的话走的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路线 跨身魔王外加 磐斯 对面是一个三公的阵容 双丝陀 地府女儿化身 还有个是利地府 那对面 这飞机飞过来 舒服感觉观众帆 这边就是一个干板 搓都搓不得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利女儿 跟一个奶神木的一个效果 到底如何 那相比之下 这两个队伍肯定应该来说是有差异的啊 就单单这个宝宝上面 就有点差异 观众帆是一排黑色童子 而对战帆的话 居多是159基带的这个直音还有报纸 其实这一场的话我们主要就是看这个奶神木还有这个利女儿的一个效果 反正是风进去可以 对面是上尾陀 那观众帆这边是金刚拉起 选择了一把野兽可以 刚才奶神木啊 刚才奶神木啊 刚才奶神木增加了一个六个单位的一个互动 这不比 五体动虾吗 等会要看一下他的血量能加多少 对面是疯狂点杀这个法式 但是还是点杀失败 壁磊就别想了 这种善恶可能机率还更大 或者是高绵 分尸陀进去 直接水清 但是水错了 诶 增加状态 这个状态有点像 翻串山 炼魂 那个炼魂的那个技能 哇 这个什么伤害 怎么这么爆炸 还是说对面太脆了 这也不至于吹到这种程度吧 但是也有可能 这双翻的硬件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如果 莉女儿 能切出这么高的伤害 那就好看 刚才是飞四个单位 好像 金金麦整改之后是可以飞十个单位 对吧 但是目前是没有见过 魔王是增加了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魔王增加的状态 直接飞杀 什么鬼 三千多五千多 而且的话 没有法爆 好 点了半天 还没顶到 嗯 嗯 这边是出现一个自动 自动 影响也不大 对面的话是换了个虚 嗯 这红色的又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乃神木是第一次见了 是真不知道 对面这虚弥拉出来根本就秒不动 挺有的 有的 这刀 头上没有资金 有资金的话应该是两刀吧 哇 这家的状态太 一万多 下次我们要看一下打正规的一个阵容 那女儿跟魔王效果下跌了 对吧 這也太炸裂了 寶寶直接綠,7800帶走 那對面的話基本是崩潰了 沒啥好打的呀